SBO神獸狀元施言宗 加入打星以來 便備受矚目 不只想看他與周宜翔的飛翔連線 也想見識狀元狼的身手到底如何 受到關注的同時 也被眼尖球迷發現 他和LAMIGO桃園隊的余德龍 長得有點像喔 到底像不像 就交給球迷們自行評斷吧 阿飛來到SBO這個舞台 首要目標就是證明身手 他在十二月二號交手 比賽小事伸手 上場二十三分鐘 七頭一皺 攻下三分 八籃板 兩抄截一組攻 沒想到還來不及表現 就傳出了小二號 卡位就是的時候 好像被對手撞到膝蓋 所以感覺膝蓋就是不太舒服 所以今天去照核磁公證 所以可能等報告結果出來 才會評估 才會看 什麼時候才會上場 膝蓋碰撞受傷 想看阿飛展翅高飛 還得再等等 但這段期間 誓言中可不鬆懈 仍會在場邊觀戰 吸取經驗 希望能增強自己 在進攻端的火力 上場還是有點怕怕 就是自己的進攻 還是不夠強勢 多在於幫助球隊幫忙搶籃板 還有防守 那我覺得我得分可以再強勢的話 其實可以幫助球隊贏球 可以做得更好 雖然因傷勢關係 讓阿飛得在板凳上觀賽 但或許這也是另一種 能讓他從中找出進步的轉機 就讓我們一起期待 食鹽宗商譽歸隊 讓大家見識壯元狼的魅力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